深夜,武当山现任当家人周蒙在屋内打坐,忽然他睁开双眼,身姿矫健跃出房门,站在屋檐上,发现对面有一鬼祟身影,翻向了后山。 师爷。 云龙,你也察觉了? 消停了一阵子,又磨进来了。 追。 那个方小师,这几天大义了,没有护卫。 师爷,动力有光。 周蒙和云龙走进山洞,看见一个男人,举着灯,站在陷入内景的仙背身前。 那人转过头来,原来是王爷,云龙紧绷的肌肉放松了下。 是你小子,能怎么推? 你这念处怎么回来了? 你,到底怎么惹就太师爷了? 你给我。 去,回去睡觉。 不,师爷,我。 回去。 云龙道长,回去。 你,看我什么,要翻天是吧? 去去去,这儿没你事了。 行啦,小王爷,现在清静了,脸色不大好啊。 最近有点过冷。 手办,干什么来了? 我这手办啊,是越来越料了,当年被困在内景里的三位爷,无计只剩下这一位啊,我想再试一把。 别动,当初你学会了这手段之后,咱们就试过,他们也是掌握这手段的人,不过啊,只是在内景中罢了。 正因为迷失在虚幻中,他们反而能无限地发挥这手段。 别说你进不去对方的内景,进去了,也不是被赶出来那么简单的。 别逗圈子,说实话。 您知道我这段日子都在干嘛了? 这段日子我满世界跑啊。 哼,谁盯上你了? 最执着的就是数字轮。 金魁啊。 不过我到处转悠,也不光是为了躲魁一眼。 这段日子,我挑选了很多圈里的流派去拜访。 只要这个流派里还有经历过假身的老人。 哦,这是干嘛? 这还是您给得应该。 还记得您对我说过了吗? 您没有天师那样的魄力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性格上,您和天师不同。 但是在某件事上,您和天师是相同的。 我觉得啊,经历过当年的旧人又不止您二位, 所以就转了这一圈, 向所有我能见到的老人们请教了关于假身的事。 哦,有收获吗? 有,龙虎山,少林,火德宗,铁掌人,林乙斯等等等等。 我让这些老人们提出了一个在假身里最关键的问题。 八旗旗是怎么得来的? 有答案吗? 没有。 都没有给你答案。 这就是大家的相同之处吧。 但其中不同的是他们面对问题的态度。 警惕、疑惑、平静、和蔼什么样的都有。 也许他们有人知道,也许真的全都不知道。 都是老江湖,我也没办法分辨他们的真假了。 那你这么做,还有什么意义呢? 如果我不是叔叔,这些信息当然没有意义。 我接下来做的,就是在内情中提问了。 我的问题是,这些人中究竟哪个知道八旗旗的由来? 您知道那是个多么大的问题吗? 恐怕其和现在已知的所有术士知识也解不开的。 但这个问题的程度本身就说明了,这些人中确实有人知道。 我接下来又提出了很多问题。 只要涉及假身或者八旗旗, 都和之前的局面一样,无从破解。 但是我还是在内景中不断地提问。 我并不是只能在内景中寻闹答案。 一位猛打猛冲那不是术士之道。 术士之道在于意义,即变化之道。 换个角度,问题当中求不到答案的时候, 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比较, 未尝不能发现有没有的信息。 直到当我问出那个问题时, 终于让我发现了有意思的事情。 我问的是,铁掌门的门掌意味着什么? 有缺的是,这依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大问题。 因为是个看上去和蒋身之乱与八旗旗无关的问题。 天下会会长的意义, 上清门门长的意义, 火都宗掌门的意义, 唐门掌门的意义, 所有的都一样的, 都是无法解决的大问题。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? 不是依然没有答案吗? 至少说明两点。 一, 一人流派的继承与贾身和八旗旗有关。 二, 欲盖遗争。 您觉得所有的这些人都知道八旗旗来源的可能性有多大? 您不说, 那也就是说这些人当中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咯。 那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?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。 如果按照他们对八旗旗了解程度来真实呈现问题大小的话, 那些真正了解八旗旗来源的人会很容易被术士排除出来。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, 在内景中引甘掉了这些流派的差异。 这就是我的建议。 问题到此为止, 接下来我尽可能去详细了解各个流派的历史。 说实话, 没什么确定的线索能分别出这些流派的差异。 接下来只是我的冷冻吧? 我假定这些流派继承人当中真有知道八旗旗来源的人。 天师是几率最大的一个。 没有天师的魄力, 但是有某个决定性的共同点。 您? 好吧, 或者说我们武当与天师府有什么共同点吗? 悠久的历史, 奇妙的独门手段, 我觉得都不行。 但是有一点我突然想到的, 不止我们武当和天师府, 仔细回想一下, 其他拥有这个特点的流派继承人在面对我的问题时, 他们的态度和没有这个特点的流派有微妙的不同吗? 张道林, 道记, 达摩, 魏夫人, 三封枕。